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毫不差 1985年 十年25岁的王杰参加滚石唱片面试时 结果被作为面试官的李宗盛直接拒绝 因为当时已经有了大火的齐情 这个嗓音与齐情极为相似的歌手 都不带颤音 并不被李宗盛所看好 谁知一场游戏一场梦 让王杰彻底爆火 图榜流行歌曲排行棒长达半年之久 三年后音乐魔术师 张宇生也来到滚石市场 李宗盛以相同的理由拒绝了张宇生 他偏执地认为 唱歌必须有点颤音才行 乐坛已经有了不颤音的王杰 不需要再多一个张宇生 然而时隔一个多月后 张宇生凭借 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惊艳了乐坛 一不小心看走了眼 李宗盛将两位明日巨星 亲手送到对手公司 竟让他们成为日后的心腹大患 李宗盛肠子都悔清了 彼时的李宗盛更不会想到 任凭自己在华语乐坛 又呼风唤雨的本事 有一天会遭到一个新加坡 黄毛丫头的无情拒绝 出来混啊 总是要还的 1994年 新加坡女歌手徐美静 带着专辑明知道杀入华语乐坛 出师提升就能获得李宗盛的赏识 李宗盛飘扬过海 向徐美静抛出橄榄枝 力邀他入处于定慎时期的 滚石唱片公司 没有一点点犹豫 徐美静果断拒绝了李宗盛的邀请 表示自己只想和陈嘉明合作 想必此刻李宗盛的内心是崩溃的 离许二人的渊源实在让人好奇 以至于徐美静的歌迷若干年后 还在问 如果当初徐美静识时务地 接受李宗盛的邀请 如今的他是不是贵为与王妃平起平坐的天后 而非人们口中所说的小王妃 没有人知道早一步或晚一步 故事都会是另一个版本 在徐美静的歌唱生涯里 他不止一次地被拿出来与王妃比较 王妃的天类在之于天上 不可触及 徐美静的天类在地上 在人间 在每个人身边 一个转身就能抖 徐美静进军香港的1997年 王妃生下斗镜铜后 付出 唱片销量突破40万张 她的世界继续充斥着太红了的烦恼 还有各种或明或暗的影子八卦 在同时期 唱片销量能够和王妃搬搬手腕的女歌手 恐怕就要输 徐美静了 凭借明知 顾饭和清晨 这样的大热作品 徐美静在香港成功 打开知名度 专辑破纪录的 蝉联 IFPI 排行榜冠军 三周不退 香港销量超过20万 连新加坡销量都已经超过了10万 回顾90年代的 港台歌坛 有关淑仪 彭玲 王妃 林一连 郑秀文等天后 同期的张惠媚 李文 也都是当时活跃在歌坛上的佼佼者 每一位都像显现神通 深陷打架的局面一触即发 关淑仪 彭玲 郑秀文 徐美静 每个人似乎都和王妃有着那么点 余量情结 论实力和魅力 他们似乎都也有着王妃所不及之处 然而他们从来没有全面的战胜过王妃 毕竟当时王妃在香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全港用顶级资源 称着非后一人 正如后来台湾用众多的幕后高人 称着周杰伦一样 相邪之下 徐美静能够所依赖和仰仗的只有陈嘉明一人而已 陈嘉明 这个徐美静一身都绕不开的名字 翻开徐美静的专辑 陈嘉明三个字高频抢劲 那些带强烈的徐美静标签的歌曲 基本上都出自陈嘉明之手 陈嘉明和徐美静同一天生日 两个人的年龄整整相差十岁 他们第一次相遇 是在徐美静选美比赛的化妆间 陈嘉明听见有人哼歌便推门而入 看到正在换衣服的徐美静 陈嘉明不慌不忙地走过去 帮徐美静拉上裙后拉链 还留下一句 新加坡再也找不到像你这么美的身影 说完后转身离开 第一次的相遇地点成了她的封灵度 余生徐美静怕是很难忘记这个不安套路出牌的男人了 当徐美静参加选美比赛的时候 陈嘉明已经是新加坡 新谣代表团体地下铁的核心人物 这个才华很易地辞去创作人 给别人写过探傻 一生爱你千百回 过活等热门进去 别人包括但不限于梅艳芳 张信哲 乌启贤等当时的巨星 与徐美静相比 其他都是别人 陈嘉明将自己最好的作品都留给了她 正是陈嘉明精准抓住徐美静身影里的特质 谱写了一首又一首的惊趣 把徐美静从十八线艺人推到天后宝座 而徐美静透过自己略带神经质的身影 将陈嘉明的音乐作品演绎到淋漓静致 如果他们的关系只是因默契十足 而互相成就的黄金搭档 像灵溪之于王妃 李超雄之于莫文蔚 那事情就再简单不过 然而成也陈嘉明 败也陈嘉明 陈嘉明给了徐美静荣誉财富和事业 把她捧成了和王妃齐名的歌手 甚至也给了她爱情 但唯独给不了她婚姻 因为陈嘉明已经结婚了 而徐美静却不愿认情事实 她已经沉迷于爱情 不能自拔 陈嘉明为了安慰她 也曾经承诺离婚 徐美静也真的信了 两人继续合作 继续互相折磨 这期间也推出了 六张高质量的华语专辑 2000年 徐美静的最后一张专辑 静电依然由陈嘉明操刀 这张专辑 有很多大胆的创新 陈嘉明想为她打开新的歌路 但徐美静却意外发现 陈嘉明和自己助理的恋情 这样的背叛再次让徐美静发疯 她无法忍受 两个最亲近的人 居然背着自己偷情 徐美静发神经般的质问 陈嘉明的躲闪逃避 在多个人插足的一场恋情里 徐美静的助理最先撑不住了 她选择了情深 助理的死 给徐美静带来最沉重的打击 她无法面对眼前的情况 更无法面对陈嘉明 最终她选择退出歌坛 远走美国 从此她和陈嘉明再也没有合作 多年无法开口唱歌 后来很多人替徐美静抱不平 大骂陈嘉明是渣男 徐美静依然为她辩解 我在台前 她在幕后 这样说她不公平 两年后徐美静在朋友介绍下 认识了香港歌手袁耀发 这个比她小八岁的男生很英勤 毕竟同为歌手 徐美静拥有着令人嫉妒的声音 袁耀发外形帅气俊朗 是颇具潜力的乐坛新人 还被称作周杰伦的接班人 徐美静迟迟无法从情商中走出来 袁耀发便陪伴她去意大利旅行 在旅行中 两人的感情不断升温 发展成恋人 新的恋情让徐美静逐渐走出阴影 开始拥抱新的生活 就在徐美静 以为终于迎来新生活的时候 袁耀发也露出了渣男本质 2005年 袁耀发因为得罪公司高层被选藏 陷入失业低谷的她 情绪低落且暴躁 有时还会对徐美静冷眼相待 面对男友的暴力 徐美静再次选择 容忍 小心翼翼地维系着这份感情 她的包容退让 并没有换来袁耀发的联系 她一度提出分手 眼看着恋情岌岌可危 徐美静一度发狂般地挽留男友 甚至要跳楼结束 为了重获男友的疼爱 徐美静想用孩子留住爱情 她如愿怀孕了 但袁耀发已经不再爱她 还让她打掉孩子 万念俱灰时 徐美静再次收到陈嘉明的消息 陈嘉明告诉她 自己已经离婚 请回来重归于好 然而当徐美静听着运渡回到新加坡时 陈嘉明再次骗了她 她大受刺激 孩子没有了 爱情也没有了 更过分的是 袁耀发还利用徐美静来宣传自己 袁耀发在宣传自己的作品时 特意提到徐美静 说她会发新专辑 引来记者真相报道 各种各样的压力 终于让徐美静崩溃了 她常常不受控制地大喊 大叫 精神出现严重问题 2006年 徐美静在新加坡一家酒店被逮捕 其因是 她跟踪陌生的客人进入酒店房间 并跪下 高喊 call me god 行为贵义 令客人受到严重惊吓 徐美静被警方带走 并送进心理医院 被诊断为精神分裂 这一年 徐美静刚刚宣布付出 重新登台表演 这件事情引起媒体记者的 真相报道 徐美静不得不强大精神 接受采访 解释自己的行为 徐美静说自己的脑子会出现幻听 自己有时候不受控 外界的关注给徐美静带来更大的压力 她的爱人也离她而去 她的病情更加严重了 此时徐美静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家人身上 然而家人并没有善待她 面对徐美静不稳定的病情 没有体谅和陪伴 而是无情地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 等到徐美静状态稳定后出院时 她发现家人已经将她的资产转移 徐美静只能再次登上舞台 唱起《阳光纵在风雨》后 都是夜归人 那一首首将她送上事业巅峰的经典歌曲 这时的徐美静身影依旧轻柔 只是多了几分沙哑 而她依旧没有再出唱片 只是偶尔演唱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 然而徐美静的精神状况才是最大的隐患 她独自承受着疾病 靠着药维持精神状态 身边没有朋友 爱人 家人可以依靠 前两年 徐美静被网友拍到出现在夜市上 此时她已经45岁 一身廉价的长裙老太壁露 她用在一张白纸上 用中英文写了自己被家人抢送医院 被转移财产 被迫来到夜市卖唱 另外 纸上还写了一份和陈嘉明断绝关系的保证 她看起来精神恍惚 和以前判若两人 然而 即使精神错乱 依然不忘陈嘉明 视频公开后引发了巨大的关注 昔日和王妃齐名的一代天后 竟沦落至此 究竟是徐美静的经济情况太过凄惨 还是她的精神再次出现问题 徐美静彻底跌下深探 只剩她的经典作品依然被传唱 此时的陈嘉明依然是知名制作人 在新加坡鼎鼎大名 云耀发还将事业拓展到内地 既当歌手又做演员 他们共同伤害过的徐美静 却已经疯了 上天给了她可以大动所有人的歌喉 却单单偷走了她的幸福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哦